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心机非常难过 就非常震惊 因为我看到节目上的情况 我无法想象会这么快 他就离开了 我们在台湾灵异事件合作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不用排练 一个眼神 一句话 一个动作 我们就默契十足 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我是上智 他是铁头 我们每天都碰面 一个礼拜碰面四天以上 真的是比搭档还要亲切 上一次碰面应该是在 我的节目里面 他应邀来当我的来宾 我们还聊到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实在 心里很难过 很想念以前那个时候 合作的时候 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那就希望 他也解脱了 希望他一路走好 然后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无病无痛 很想念他 人生在世 短短几十年 我刚刚在后台 我突然看到新闻 及时播 说汪建民走了 各位 汪建民 从他那个时候 披露出来 说他负债很多 才短短几年 得了费线还走了 汪建民 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 在他最苦的时候 有人关心他吗 有人帮助他吗 我们不要在演艺圈 大家都只会伤口在撒眼 我们一起为汪建民祈祷 让建民 能够开开心心的 到极乐世界去 在人世间留下的 勤债 或者是潜债 都一笔勾销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应该是 去年吧 去年他还上了我 那个挑战马大臣的节目 因为那个时候 他经济有状况 我们大概不时的 两三个月 就会请他回来 上一次节目 因为他妈妈 也是身体不好 后来有失智症的问题 在安养院 那连他自己 都过不了这个 那家里面状况 也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主动地 有跟他说 我说建民我大忙 我也帮不了 我说妈妈这边 我能够帮你的 我就 先给你半年的 妈妈的这个 安养院的费用 所以我也说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一点事情 是我为不足道的 我说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你 债务的问题 去面对 好好的解决 我们能帮你的 我们就尽量帮 就这样子 我今天看她 是她的妹妹发文 后来我知道 是她身边有一个 她的女朋友 这段时间不离不弃 照顾她 一直站在她的身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伟大 在汪建民 在物禅身 不管生活 工作 这么不顺遂的时候 还有一个女人 愿意站在她身边 我觉得真的很伟大 很伟大 我们祝福她 刚刚有新闻我想说 有一天见了 就是昨天是不是 我也刚才知道 我觉得她前一阵是不舒服的 但我跟她比较没什么机会合作 我曾经邀请她来 她也来我们美凤有约 但就这样也不太是 就是没有什么交集 就祝她一路好走 但我也希望大家真的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 因为那时候还记得她还有出来 然后媒体还有一些上一些节目 真的是 所以我说真的是 大家要做健康检查 比较重要 现在已经不是年纪大了才做 我觉得大家给对自己好一点 年轻人也要开始慢慢去在乎自己的身体 为了自己跟为了自己的家人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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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